我等一下要讲的就是国家分析 所以这一项我特别写进去 听得懂吗 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主要进口国家分析 就是说我们在分析 接下来的分析 我只能介绍一个主题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我的报告绝对是要把国家分析 产品分析 纸产品分析 地区分析全部都要讲 对吧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是上课 所以我只能就国家 进口国家的统计分析 跟你们做说明 来当做是一个课程 好 所以请你也不要讲那么多 你说日本 哪一年到哪一年 2011跟2012 是一代为最主要的期待 2013以后总统会继续到 就想这样就好了 请问一下你们觉得2011 到2012 从我们现有的资料里面看到说 日本这个时候是我们主要的进口依赖国 那2013年开始换成中国大陆 对不对 好 那请问 请问你看 2010日本排在第一 日本第一美国第二 好 然后2011开始是日本第一 然后这个是东协 再来是美国 对吧 2013 2013这一年第一名变成中国大陆 好 那请问一下 这里面主要进口项目的改变 你觉得会不会值得我们来去分析 听得懂吗 只是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去分析这件事 可是我只是希望说我们上课是应该是用一种 就是看到现象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选择我们要分析的项目 了解 这绝对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第一组哪一位学长报告的 好 你在哪一个单位 好 第二组 台湾近10年的进口经营最高的土耀货品是机械跟电子设备 然后在2021年又有明显的准兆 如果是看那个进口的这个组织的话 好 2021年 电子零组件跟机械 那前面哪一年不是 这都是在分析的时候我们 就是要讲出来的 好了 不过这是一个很好的事 你们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 其实你们慢慢的会越看越细 听得懂吗 我昨天是不是有跟你们讲说 大学毕业能够看到的 跟什么 研究所毕业能够看到的 真的完全不一样 我还是希望鼓励一下在座的各位 有机会还是可以来我们学校念 让我有学弟学妹 已经没有学生了 已经没有学生了 希望有学弟学妹 可以吗 真的 现在考的大学也都出现教不到学生 有听懂我刚刚的那个逻辑思维 就是这个能够看到 从刚刚那个缘由开始 就已经简单的都被别人看完了 听得懂 才会导致你进一步的去看这件事 好吧 第四组 第三组 第三组 你会发现到说 就是从2010到2020 这个时间来讲 其实美国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 但是美国它的尽头 很奇怪 就是它大概是落在我们第三组 第四组 但是美国它的尽头 有特别的 奇怪的特色是 一般其他尽头的国家 到过就是各个月 就是从第二个尽头 进一尽头 到看下来 它这个月其实 其他国家 到过各个月都是很明显 2021年 就是比其他 各的都还要多 但是美国发情是 只有在二三季的时候 它明显是比较多一点 但是在第四季的话 其实就还差不多 可不可以把你想讲的话 农桌成为一句话 美国它不是每个月 它的尽头都会比较 就三年内比较起来的话 美国的2021年 跟其他国家比起来 比较不一样 是它2021年 它不是每个月度 每个月度都是比较多 它是贩在不同的月度 它的 它的 那个 我跟你讲 我们学校今年交生已经结束了 那个 今年的 九月 注意一下 反正我们学校 我来好好教你们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就是 你要会帅 还要会讲 只要讲重点就好了 你就直接告诉他这句话 美国进口需求改变 听得懂吗 他没有 就是 部长没有时间听你讲气象 你一直在讲那个细节 听得懂 好 好 那个 近年来的 近年来的 那个叫做 那个 纸类产品 好 第四座 好 第四座 那这个 那这个 我知道 台湾本土 那越是 台湾通常是统命运 然后统命运 还要等着在盲心血 所以 在进口 心者上面 会有些一个 比较少的想说 那统命运过后 慢慢的到去忙 生活 在那时候 多人的上面 都稍微 下双双双双 嗯 嗯 好了 第五组 我把你刚刚说的话 我只是先写标题而已 好 来 第五组 你们有听懂他说的意思吗 这已经是要做到高层分析了 就说 在组类产品里面 我们的需求 是矿场 对不对 可是 矿场不是我们的 那个 进口最多的 而是 好像是电子吧 电子跟 跟什么机械 听得懂吗 很高兴的 我们没有看到食品 例如说 和牛 听得懂 我在说什么吗 真的你们都 压力太大了 我 我真的压力也很大 好 那个 进口 组类产品需求改变 这个 我先不写了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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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观察 其实是很重要的 听得懂吗 很重要的 有点 是 有点 我们 找的